兄弟姐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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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8月10號 七哥又來亂聊直播了 亂聊了 七哥亂聊直播 剛才就是很多戰友國發的信息 兄弟姐妹好 兄弟姐妹好 這個剛才一直播不出去不知道為啥呀 這個亂聊 就剛才很多戰友國又發信息 我直播完以後 很多戰友發信息 又問了很多問題 特別是說中芯國際的這個事 還有中芯的事 然後呢 大家很關心這個拜登總統簽的這個芯片法案 是吧 特別是這國內的戰友啊 廣東的 很多戰友都是在這幾個所謂的芯片公司工作的 還有四川的啊 都在問我這個事 怎麼看待這個事 怎麼看待這個事 這個大家很有意思 關注的重點都很重要 因為我今天上午沒有說呢 不是我忘了 也不是說今天不在這話題裡面啊 但是很多戰友關心呢 說明咱爆料革命的這個 這個水平啊 日漸提高 大家關心的問題已經不是小視頻了 關心那王岐山和番茵茵的小視頻了 而大家關心的事情是有實際意義的啊 我之所以沒講兄弟姐妹們 我要告訴大家啊 美國拜登總統簽的這個芯片法案 那你去想想 跟這個七哥的個人破產案比 他對共產黨的傷害大了去了 是吧 大了去了 蕭雅慶作為一個所謂的官二代 官三代他是一個 官三代 蕭雅慶雖然是中南大學的 但蕭雅慶事實上是百分之百的復旦邦 復旦邦加北京邦 而且呢 這個小子很投機啊 當時北京邦得勢的時候 他說我是北京邦 然後北大邦 跟北大的有什麼讀這博士納碩似的 然後呢 這個小子很聰明 覺得復旦是江澤的這個高端精英會 也和孟建柱啊 孫立軍啊 沈南鵬啊 是吧 特別是張首勝 來往密切 而且呢 三部呢 主要三部裡邊很多人啊 三部的人 記住啊 中國解放軍三部的 很多是復旦邦 很多是復旦邦 然後呢 這個大家還要看到一個 最最重要的一個事實 徐雅慶 此人吶 和王岐山關係非同一般 能孟建柱和王岐山在中南坑啊 咱倆門兒門兒 每天嘀咕 然後呢 能去他倆辦公室的沒幾個人 能參與他倆嘀咕的沒幾個人 其中就包含徐雅慶 徐雅慶 所謂的跟那個北大的王仁哥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王仁哥的兒子 任他為乾爹 這個兒媳婦啊 跟他是直系親屬 所以說這都是一幫 都是一幫 聽說最近啊 中國人民銀行啊 可能是啊 周亮要出事兒 這個李一菲 可能要關掉 哎呀 要抓起來 要抓起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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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些事情 都和忠心什麼關係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忠心貪污的錢啊 是幾百億幾百億的貪污 幾百億幾百億的貪污 而且不但貪污了錢 還跟美帝國主義勾結 別用他們話說 哈哈哈哈 被人家滲透 而且有賣國罪 基於此啊 所以這件事就複雜了 這就複雜了 我得摘 我得摘個蘋果吃吃 摘個蘋果 我就愛吃著樹上的這種鮮蘋果 摘個鮮蘋果吃吃 咱沒有錢了 是不是 讓沒有錢 是吧 那look Trust the look 我可以整個蘋果吃 是吧 是吧 哎 這花真漂亮 你看這花啊 你看這 你看這花 小的時候 摘個黃瓜 摘個蘋果 在屁股上擦一擦 在屁股上擦一擦 就吃了 哪有血啊 是吧 拿手擦一擦就吃了 咱們這窮 哎 你看這蝴蝶 我就喜歡這好多蝴蝶 看看這個 漂亮啊 漂亮啊 看這蝴蝶 你看這樹 我小的時候 趙架溝 趙架溝那墊子裡邊全都是樹 現在哪有了 那墊子都沒了 濕地都沒了 這裡邊有個兔子窩 這裡邊有個兔子窩 你看 你看 好多兔子在這兒 你看這青菜啊 你看你起草這青菜 你看你起草這青菜 所以說我根本不需要什麼錢呢 吃點辣椒茄子就能過得很好啊 看著沒有 兄弟姐妹們 你看看辣椒多的 你看辣椒多的 你看這花漂亮 你看蔥 你看這蔥 你看這蔥 漂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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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兒 你看這兒 看這兒 看這兒 這個地方出現了兩三次蛇 兩三次蛇 都被你七嫂給碰見了 我是沒碰見啊 被你七嫂給碰見了 你看這個花 漂亮嗎 你看這個 漂亮 你看這個 漂亮 嗯 你看一看 它們的大蛇 就在這裡 碰見了一個大蛇 就在這兒 碰見了一個大蛇 就在這裡 碰見了一個大蛇 把他們嚇壞了 你看這個 漂亮嗎 它們就在這兒 碰著一個大蛇呀 碰到一個大蛇 把他們給嚇壞了 你看這花 你看這兒 你看這辣椒,咱這可以開辣椒園了吧,我每個辣椒我都喜歡,你看這辣椒,你看這個,你看這個,還有蔥,辣椒,蘋果, 你看這個,你看這辣椒,這花樹老漂亮,我超級喜歡花樹,你看這蔥,這小蔥老香了,你在超市裡面買的東西完全沒法跟這個比啊,這絕對是不上任何肥,任何所謂的毒料的,農藥的, 百分之百沒有啊,那茄子根本吃不完,你看這辣椒,你看這辣椒,撩地了嗎? 你看這,我超喜歡這個花,超喜歡這邊的花,哎呀,對面老多花了,那邊還有好大的一塊地啊,高爾夫球場,這是高爾夫球場, 這是高爾夫球場,整個的大高爾夫球場,所以說,兄弟姐妹們,你看這,剛才看到辣椒地了嗎?那辣椒地了嗎?多少辣椒啊? 那辣椒真好吃啊,我一天我能吃兩大盤,那辣椒真香啊,你起少醃的辣椒,炒的辣椒,辣椒包子啊,那辣椒完全兩回事,就是能吃到真的是小時候的那種感覺啊, 現在哪有這種感覺了,沒了,這今天藍天白雲,你看這藍天白雲啊,剛才特別讓我感動的啊,特別感動的啊, 原來的吉林的,吉林的,吉林的學政法的哥們,給我發了一段,讓我感觸很深啊, 他後來當律師,開律師事務所啊,還有跟那個張學軍,那個張學冰,那個王八蛋,中倫律事務所幹過啊, 他說七哥你記得嗎?啊,泰山兄弟來了啊,當年我和你一起, 薛矮慶吃飯,薛矮慶吹牛,他說那是2007年,2008年以前, 說老郭啊,走著看,中國在2008以後,2010年, 熏片領域超過美國,世界第一,荷蘭的光科技,它淪為光二代, 我們就成為光一代,我真記得,後來他說呢,我這細節不記得, 他就說我這想起來了,然後他說七哥你這個, 你知道你這直播力量有多大,他說, 他說,蕭亞慶沒抓之前,蕭亞慶身邊幾個人,他說, 你那哥們瘋狂的,你崇拜的偶像老郭,能弄成事嗎? 他能弄成事呢,救很多一批黨內同志啊, 沒想到蕭亞慶的孫子被抓了,哎呀,我當時給我發信息, 我都沒搭理他,我說他必然會被抓,為什麼蕭亞慶的家人, 就是那個蕭晶光的後代,還有一個叫這個什麼, 信他媽媽姓呢,叫做,我想想啊,我記得名字,叫什麼? 那個名字姓,姓邝,姓邝,是他姓邝的那個女的,非常神秘, 在歐洲,哇塞,家裡老外,覺得中國人都不行, 然後那個花錢簡直是瘋了一樣,直到有一天, 我問這個當時的安全部的,當時啊,邱進,我說, 這個女的誰啊?她說,哎呀,蕭晶光的家人, 蕭亞慶的家人,我說那太花錢了,太能花錢了, 太誇張了,她有錢嗎?她說,他們家有錢。 我告訴你,兄弟姐妹們,中國財政部,中國政法委, 中國公安部,中國安全部,中國統戰部, 這幾個部裡邊幾乎按照8964說,隔著一個槍斃一個, 肯定有漏網的,挨個槍斃肯定有冤網的, 這話太適合這些部了,作惡部,作惡部。 然後這銀行,我就告訴你吧,絕大多數銀行, 管信貸的,管銀行長,那就都該拉出槍斃去,沒有冤網的。 當時這個東北啊,當時的沈陽的,大連的幾個地產商啊, 當時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是一說啊,一說, 他說,你看看,復旦的誰誰誰,復旦的誰誰誰。 然後呢,當時那個是郭廣昌和潘石屹,搶上海一號地。 這個潘石屹較量,潘石屹找了中紀委的人說, 花多少錢吧,說一口價,二十億夠不夠,幹掉郭廣昌。 潘石屹,他爭心多狂啊,多狂。 我說這是2006年,2007年,2008年,到2010年間, 較量上海一號地。 結果旁邊的人沒人說話,那中紀委的哥們跟我也很熟。 潘石屹呢,這個這小子,說什麼意思啊,二十億搞不定了。 結果旁邊的人給潘石屹說了,多少搞定知道嗎? 你需要2000億,200億都搞不定, 因為郭廣昌處理價高過200億,因為別人是他的股東。 你動啥?當時海通的董事長,海通的CEO, 是朱鎔基的警衛,叫李峰,叫李峰叫李什麼? 海通的董事長是王開國,海通裡邊那就是幾百億股。 然後呢,郭廣昌是給人家,人家讓他帶十五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郭廣昌第一次在這辦公室沒帶走他,他從後門跑了。 他那個瘋狂的CEO,姓余的一個,還有一個姓梁的, 這個副總裁,姓梁那個娃娃蛋他是個壞蛋的。 梁信就是特別差個人,特別差。 也是包了小姐,就是包了人家女孩不給人家錢, 最後發現人家有外遇了,把人家車房子要回來這種人。 就是掩護著,郭廣昌跑了。 後來中紀委鬧火了,把機場給他抓起來了。 抓起來以後,郭廣昌特別配合。為啥呀?為啥呀? 中紀委告訴他,你好好配合。保你安全,保你錢,也保我的錢。 所謂的要交代幾個大老虎,都是大老虎身邊的人。 所以說大家不知道咋回事,亂扯,亂弄。 所以說今天東北的咱們這哥們說,七哥忠心的腐敗,幾百個億的腐敗。 他說我們曾經給他做過好多案子的收購。 就是他說,這個蕭雅慶的海外收購,幾乎百分之三十、四十的回購。 蕭雅慶熱衷於收購、併購。 然後就跟任正非。 然後就跟所謂的那幾個所謂的芯片公司。 特別是在歐洲、美國那幾個大收購上。 大錢,都幾百個億。 然後又被人家給拿下,然後再賣國。 然後天天海子,叫中國人捐錢捐肝捐腎去打台灣。 你這不是孫子嗎?這不是孫子嗎? 對吧?太王八蛋了!太王八蛋了! 所以說這個忠心的腐敗呢,我還不給你們講。 等哪一天,這個我給你講一講,忠心這件事情會走向何方啊? 大家會看到,忠心會帶出真正的曾慶紅。 會帶出栗戰書。會帶出孟建柱。孟建柱。 更重要的是,忘記以閃。還有高雁雁。 高雁雁。 肖雅慶就是一個黨內的海航。 跟高雁雁好的一塌糊塗。 上不上個床我真不知道。 上不上個床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但是,這個孫子啥都幹得出來呀。 啥都幹得出來呀,這孫子。 哎呀,這共產黨腐敗到這種程度了。 還好我們有爆料革命。 有這些戰友們,這麼智慧,這麼智慧。 能知道這些事情。 不是老百姓不知道,不想知道。 是老百姓心中都有數。 是共匪太惡。 太惡了。 對不對呀? 兄弟姐妹們。 共匪太惡了。 但是有了爆料革命,它一切都完蛋了。 所以說,兄弟姐妹們。 爆料革命之偉大, 絕不是用語言能形容的。 爆料革命,拜神所賜。 你看今天上午直播, 上午直播,在國內。 哇塞,咱們有戰友給我說。 哇,他們領導打電話。 要把郭文貴今天的直播, 無論如何都傳到國內來。 嚇成這個樣子。 你害怕啥呢? 郭文貴就三秒鐘的強奸犯。 窮的連吃飯錢都沒有。 一個個人破產的人。 只是有一些窮兄弟、窮姐妹們。 你怕啥呢? 你怕啥呢? 是吧? 一個四個自信。 是吧? 能敢顛覆美國的。 是吧? 要共同治理全世界。 對了,今天有一個, 共產黨找了一個亞洲週刊的一個記者, 寫的是, 郭文貴告訴美國打中共。 我耳你八本鼠鼠。 你有本事你寫。 看看我過去五、六千個直播。 看看我這五、六千個直播。 我有一次說過希望美國打中國嗎? 你見過我有說過一次我希望中國打美國嗎? 我再告訴你, 從第一天我就說, 美國人和西方人要知道黑暗來了。 要消滅中國共產黨這個非法的組織。 特別是美國已經把它定義為, 叫做什麼? 種族大屠殺! 共產黨我耳你, 八本祖宗, 你就瞪眼這麼撒謊, 你就會, 你以為誤導那些傻瓜嗎? 被誤導的傻瓜, 我希望誤導越多越好那傻瓜。 所以說, 你找那個爛記者, 不知道那些英文寫的巨爛。 你能不能多寫幾篇呢? 共產黨。 你多寫幾篇, 你不寫你是孫子, 是吧? 你多寫幾篇。 我看了那報道老好了, 老好了, 多寫幾篇。 瞪眼說謊話。 你以為那樣的報道, 如果美國、歐洲都信了? 你覺得這個世界真像你想像那樣嗎? 這就是你共產黨必須滅亡的原因。 你對世界連起碼的認知都沒有。 你狂妄到對這個世界連起碼的敬畏心都沒有。 你以為這些人都像中國那些被你愚弄人那麼傻嗎? 你以為嗎? 所以這幫孫子太low了。 但是戰友們, 真正的戰友有一點智商, 都知道那叫逆增上遠, 對咱是好事。 low啊! 結果是我讓很多美國人看, 我就怕每個人看不見, 我發給很多美國人他們都笑。 他說這完全是瘋狂的。 那個爛批記者啊, 是個極端記者啊, 好多次被抓, 就是吃共產黨發砸國黨的錢的, 就這麼個垃圾。 但是兄弟姐妹們, 我們的眼睛要血亮, 就是共產黨已經一點辦法沒有, 先拿這個, 讓那個Luke, Trustee, 引用到法庭上去。 Luke用了到法庭上, 對咱不是壞事, 他用。 Luke已經完全不代表什麼Trustee了, 他完全代表著共產黨。 我會讓世界知道, Luke到底代不代表共產黨。 普亦子定普衡, 大量地刪除他網上的所有共產黨的信息。 兄弟姐妹們, 你知道很多美國人說, 我從來沒見過一家律師事務所, 像普衡一樣, 大量地刪除自己公佈的信息。 他說在美國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見過。 除了他跟有些案子, 牽扯到他必須刪。 而且還得有程序地刪。 他說你很難想到, 見到一個律師事務所, 就是大量地刪除證據。 一面說我和共產黨沒有康復了一個。 我跟共產黨沒有任何衝突。 然後他就拼了命地刪。 你說這幫孫子有多壞呀, 有多壞呀。 你刪什麼呢? 你刪什麼鐵呢? 所有的他網站的信息都在刪。 這飛飛秀和火蘭一說話, 把他們嚇得屁股尿流。 你怕啥?你怕啥嗎? 你怕啥嗎? 誰來過大籃球? 誰敢? 飛飛吹牛, 唱歌比我唱得好。 今天說了以後, 飛飛老不高興了, 聽說痛哭一場啊。 實際上我開玩笑, 飛飛唱得特別好聽。 我像天法師, 飛飛唱歌我沒有一個不聽的。 他直播我幾乎原來都聽, 哎喲我的天哪。 但是我不喜歡他唱歌的方式, 因為他都唱人家。 他不要做人家嘛, 做自己嘛,對吧。 所以他唱歌很好聽。 但是香港的天王說他唱歌, 某感情啊, 某感情啊。 某情啊。 就是他老做別人, 這不好。 你看這辣椒, 剛才看見了沒有我? 我這白癡半天哪。 你看這辣椒啊, 多喜情的方向。 你看這茄子啊。 你看看這個。 你看這花。 咱的本質就是農民啊, 兄弟姐妹們。 你看看, 你看這花。 太漂亮了啊, 太漂亮了啊。 太漂亮了啊。 忠不忠? 兄弟姐妹們。 所以說兄弟姐妹們, 今天這個直播吧, 快點咱嚇一塊死。 你怕啥? 你怕啥嗎? 你怕啥嗎?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啥怕的嗎? 對不對啊? 然後今天寫這篇文章, 哇塞, 這篇文章敢這麼寫, 他真是膽子太大了。 所以說這個, 今天這個所謂的共產黨操控的亞洲記者, 發出那個文章以後, 你看他們窮凶極惡。 他們在給那個路克為料, 為假料。 然後呢, 路克那川斯蒂呢, 就拼命地刪除, 破黑字丁的文章。 是吧? 然後不讓我們說話。 是吧? 戰友們, 不用著急, 美國是有法律的。 一定是有法律的。 不要擔心。 藍天白雲真漂亮。 你看我一天, 我大概這樣的水, 我要喝好多瓶。 我不喝這水不行啊? 我一天喝好多水。 你看這藍天白雲, 兄弟姐妹們, 你看這藍天。 漂亮吧? 漂亮吧? 這辣椒, 真好吃。 我要去開會去了, 不跟你們聊了, 兄弟姐妹們。 傻的不, 今天直播了四五次吧啊, 我不知道哪一次是播出去, 哪一次沒播出去, 但是這個現在看到的是真的播出去。 忠心的事情, 記住啊, 咱有一大篇章講講, 特別是忠心海外的資產和併購, 牽扯了很多人, 很多人。 這些人現在睡不著覺啊, 特別是那些銀行的錢, 都是大錢吶, 大錢吶, 傻的不服了。 謝謝。 謝謝。